我滿心歡喜以為是名牌袋 誰知我拆開的時候 是個XX 小朋友的尿片頂著頂著的 裝飾也有很多選擇 XXX 不是太老禮嗎 犯瘦無疆啊 呂王大人 是呀 追求她的時候 請我吃100碗 她有100次約我的機會 每人一碗其實50次 唉 別計到這麼盡啦 女人 剛剛才說完浪漫轉頭 多聞出 你看 這個進階版是求買一塊地 很甜蜜 但為何變成XXX 很相信我不再相信愛情 神經病 大家好 我們是智章情侶 我是Cherry來生命 我是Kyle 王Kyle 很久沒拍過IG紳箱啦 原來是五個月前 我本身打算這個系列是每個月一條 是因為我們拍完同居共鳴 都開始沒什麼特別的共鳴 所以我一直都想不到題目 所以我突然想到一個關於送禮物 另一半送過最伏的禮物 免得讓大家慘得這麼慘 還有最甜蜜的禮物 我們本身打算有很多直升機禮物 什麼叫直升機禮物 就是服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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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物 神經病 我都以為會有很多 是的 竟然更加多的是甜蜜禮物 另外意想不到 但是很好笑的那些伏的禮物 甜蜜的又真的很甜蜜 上次跟我的差不多 不知道第一晚收到大家的INBOX的時候 然後我說卡羅倫在死了 大家看回去年她生日的影片 我送了29份禮物 搞盡老闆 拍拖七年才第一次送一個 心打我心的禮物 我想她說到39歲 什麼啊 說到99歲 真的嗎 那我們即將就進入第一條了 為什麼笑這麼尷尬 我幫大家送好服的禮物 OK 立刻第一條 哎 好老套 好 第一條 首先講一些服務的 送過兩次Emoji Cushion 給我 我很生氣 為什麼送同一樣東西 又死都說不一樣 表情不同 這次我專門DM 了她問個故事 原來是第一次送的時候 就送了一個Emoji Cushion 然後收到那一刻 她說都覺得挺甜蜜的 誰知第二年 她又送了一模一樣表情的Emoji 然後好像分手了 她說本身已經扔了第二個 然後分手的時候 扔了第一個 扔了一個男朋友 你看她生氣了 今時今日 所以我說禮物不能亂送 根本就是買一送一 然後多了 再送一 想不到 你這個人真的很大 你想起來太壞 原來又不是這樣想 因為純粹虛構 直接分手吧 回家攬自己的公仔 下一條就是示範給大家看 同一個物件的禮物 其實是可以有兩個不同的效果 可以SPEED 又可以好復 首先這份禮物是很多人都送過的 我收到三個回復 就是暖水壺 但有兩個是SPEED的 一個覺得服 她本身就這樣說了暖水壺給我聽 然後我就問她有什麼故事 她就說 因為這個暖水壺是我喜歡的卡通人物 所以就買給我 她很喜歡買杯的 現在家裡很多動漫杯 然後我就問她 那是伏還是SPEED 因為我也分不到 然後她說伏伏的 因為我收到的時候也愛了 是普通那些 還有太現成的 又沒有說法 然後另一個又說是暖水壺 她就說 獅子座的前男友 用閃轉裝飾了暖水壺給我 怕我冬天上學沒有暖水喝 她還附上了圖片 這個最SPEED是留意到她 怕她沒有暖水喝 對 還有黏閃轉我都覺得很SPEED 我閃轉都是之後的 總之我覺得你應該喝得到暖水 就是那種關心 對 我就覺得 其實你改改一個說法 就是實用是你有得喝水 還是你要多喝點暖水 是差很遠的 伏伏的可能是沒有原因的 你只要給他一個面目去見 就很適合了 改一些窩心 平衡回到心裡 還有給剛才那些伏學一下東西 最窩心就是今天跟她說 我想要用的東西 例如某一些筆 或者是Mouse 那兩天就會在桌上出現 然後我就問她是否同事 可能經過第二天買給你 原來是在她家放下 嘩 我真的請你好好放下 我有說過一件事 就是說有時不是兩個人一起去超市 只是她自己 我有買給你吃嗎 開頭沒有 我趕著你才有 我說可能要買一瓶奶才算 她真的可以走十分鐘去超市 真的只買一瓶奶回來 但是我走過 可能知道她很喜歡吃煙肉才算 然後我就會說不用問她 就買一瓶奶給她 但她的生活小情趣都沒有 其實送禮物都是不外乎 真的要細心 而且你要記得她喜歡什麼 沒錯 例如 如果你知道你女朋友 用了什麼護膚品 她一定會在你面前 日查夜查 像那樣子 所以我現在有一個小貼士給大家 這一份是我收到會很開心的禮物 沒錯 就是這個HARBUR聖誕有機美畫 ép 為什麼我說他送這份禮物給我會很開心呢 是因為我每一次去日本的話 我都會特地去找這間店 對 我完全可以證明 我每次開車陪他逛街就是買這間店 因為它不是一般藥妝店會有的牌子 它是專櫃 它是Made in Japan 還有它是北海道的牌子 我其實一直都有用他們的護膚油 這個已經不是我的全部 我之前一直保持空罐 我是打算拍空罐系列 誰知我沒有拍到 他現在就出了一個Christmas set 男朋友的一抹底 因為它很好用 而且它很划算 有多划算 這樣一套 裡面有兩支貨裝 然後還有洗面膏 然後它有一支15ml的油 但平時買都要200多元 還有另外一支小小的油 去旅行超方便 它除了有一袋這麼多產品的套裝 其實它裡面還包了這個按摩機 它這個是聲波導入提拉緊緻美容 我首先講一下這支Habbar油 這個就是我最愛的產品 因為它是很好用的 它就是Habbar王牌沙漆美肌清油2 其實它是植物性的沙漆 適合任何負責 這個是二號款 一號是比較滋潤 是動物性油 二號是比較輕身 是植物性油 還有它這個油其實很多用途 你還可以用來做髮尾油 你也可以用指甲邊緣 也可以用手肘 總之你乾燥的位置也可以用 它吸濕得超快的 而不會讓你生粒粒 任何肌膚都可以用的 這個我真的極力推薦 我已經推薦過不止一次 它裡面還有一個Christmas Set 獨家的北海道海洋胎盤精華面膜 它是用抗衰老 還有維他命C 北海道的保濕配方 海洋胎盤精華玫瑰碎取 還有藍錠果忍冬碎取 它的面膜是厚厚的 然後敷的時候它是很甜麵的 還有它的孔開得比較小 所以這些位置其實全部都可以敷得很好 通常敷完面膜之後 就會有些精華留在面上 就可以將剩下的精華 再加剛才的青油 然後用美容液再慢慢導入 那你就可以一路按摩一路美容了 這個美顏兒可以亂敷和抗皺 因為它是導入的美顏兒來的 它細細部又是用乾電 所以帶去旅行就很方便 平時就可以用這個 北海道海洋胎盤精華面膜 然後再配這個沙稀美肌清油2號 那你就可以一起用按摩兒護膚 那所以呢 這個真的是一個很實用的貼士來的 那些什麼紀念日 臨近聖誕 真的可以考慮一下這個 那現在它這個套裝上網訂的 就是328元 即是19折 原價這一套有的東西是1731元 我會放這條連結在caption box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記得快點上網買吧 因為受完即止的了 它裡面還包了一張200元電子現金券 所以這個真的是送禮物 挺好的 枝樹 OK 我教大家有一個什麼說法 首先你就 我看你平時好像查很多東西 它說我特意上網做個research 這個很重要 你以為它會花心思 是的 然後再按摩加一點東西就可以了 黏在這個按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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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挺好笑的 挺有心思 阿諺立刻害怕 下一條 給你說 這個也是你喜歡的禮物之一 它展覽我之前做的漂亮照片 來做一張很噁心的卡 原因是前一天沒有時間曬照 我一個月前就已經叫它做 沒錯 這是我剛才說的 Situation 男人總是臨急抱佛腳 我的原因就是 一直都想不到做什麼 說完牽事了 但有時候男人就是有一種 叫半逆的性格 你說這個我就不做這個 你是而已 不知多少人摸髮器 我是 我一定要比你想想的 但有些女生就是 特意不給提示 其實就是考你細心 天下一定是有男生細心 或是男生不細心 我覺得她最不開心的位置 是弄壞她本身的照片 弄這個沒問題 但你怎麼用她本身弄得漂亮的照片 弄得自己曬過一輪 因為她的素材太少 我用男朋友的角度說一句 你起碼兩句都肯弄 我有一次臨急抱佛腳 但是因為我不想買錯了一本 很多頁的寶 然後我就不夠時間弄 然後那時候她通常是OT的 我通常早一點點房間 然後我就偷偷地下了 我們以前公司的道具 那個樓層 假設房間裡面是沒有人的 因為那天沒有人拍攝 誰知道她跟了另一個同事 一起來 然後我嚇到 我躲在房間裡 有很多雜物圍著我 然後我就在這裡剪貼 然後她打開門看到我 然後她就很聰明 然後說卡羅這裡好像也是沒有 要不然我們第二天再過來拿 完全明白你的心 對 但我覺得你也可以兩眼 起碼肯弄 有些真的不可能 對 也好 但剪一張照片就不太好 是粉絕一點的 剪一張漂亮的照片 還有一個月的準備時間 她還是這樣做 是跌加上去的憤怒 OK 你的人生成就 然後拉服務面後解鎖 少少好笑 OK 下一條 第一次送花給我送萬壽菊 解釋是我喜歡黃色 黃色也有很多 短摘嘛 萬壽菊不是太老禮嗎 我嘗試幫個男朋友辯護 他真的不懂那些花 他真的沒有買過 但其實他挺可愛的 他記得你喜歡黃色的花 我覺得這個服得來很可愛 對 就是那句 他不是真的有心碰你的 那當然不是 他這些人就可能是 我不會 死搭爛搭 然後其實想潤你 萬壽無疆啊 呂王大人 對 你想想 如果第一次送花很正常的 紅色玫瑰給你 你不會記得 你不會記得 你不會記得這麼exactly 這樣追求心黑點嗎 不要說追求 即是當出現這些情況的時候 又不是有和雙大雅而已 譬如你生日對 那時候你爸爸送錢 毛巾送給我 其實他跟生南包差不多 多可愛 多可愛 這個簡直是服裝之霸 禮福蒙面俠MVP 你覺得他是MVP嗎 我覺得他真的是MVP 我們當時收到 就是一幅這樣的圖片 他用親筆提了一個伏字 是 然後他就說 前幾年生日 我男朋友說 買了一份我很喜歡的東西給我 我滿心歡喜 以為是名牌袋 誰知道我拆開的時候 是個Melody型的背包 雖然我很喜歡Melody 但我不會喜歡什麼BB用的背包出外 他這一款真的是BB用 寫得這麼難 還有手腳踏在下面 小朋友的尿片 頂一下頂一下 男朋友還說 要滿足我對Melody的要求 是紅色 一定要樹耳 他還要求我要背一次 不過我沒有屈服 我將它永遠放在床下 但你多謝 男朋友還說 這一份是你收到最喜歡的禮物 我覺得他肯定特地 你這麼喜歡這東西 當然人不粗 我就買個背包給你 這個系列每一集可以選一個最伏的MVP 以及最甜蜜禮物的MP3 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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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就在留言上投票了 OK 講一些窩心的東西 最窩心的一份就是 用松果製作的聖誕樹 男朋友是不知道 扮雪的發泡膠原來可以買 還自己刨了很久 我是嘩 這個是萬事谷的進法版 蛤 即是他是蠢得來 但我有心思 是嗎 沒錯 聖誕節很難錯 你不弄聖誕樹 我一看笑到鎖 不是你幻想一個男朋友在刨 他拍泡膠 很難的 飛到周圍的 對 而且是黏著的 有靜電 然後你幻想他用什麼刨 是一粒粒的 是嗎 人家都沒有說 最正怒的男朋友是這樣想 難道他用剃刀刨 好像是踢他踢蛋 我以為他更累 但我想說聖誕樹不止一個 有一個就是很喜歡聖誕樹 那時候說死都不買 最後回到家裡 有一天看到他原來佈置了整間牛 我告訴你男朋友 就是你講中最好想賣 你特地說要什麼 神經病 最討厭這些東西 又浪費又臭 但我有時也期待很多次 你那些否認 不買 還有 不是啊 你是 最後都是沒有 我看你的極限 你不要自行生日禮物出來 總共9月是 我怕你準備不到 我再給你後備方案 你那時候說9月一定是 所以我通常都沒什麼驚喜 因為其實我都說過了 所有事情都 然後有一些就是 就是收到100碗豆浩花的印花卡 因為追求他的時候 請我吃100碗 那他就有100次藥屋的機會 哇這些真的是 說法贏了一切 事上最廉價但最窩心的 什麼廉價 不是啊 就是廉價的 這就算是很便宜的 但他就是最有心思的 不是啊 每人每人一碗其實50次 唉 女人不要計到這麼盡 OK 給人家一點空間 剛剛才說完浪漫 轉過頭幾物質 你看 你不是要物質質的嗎 對 有最低消費 不要這樣 你想想 如果我在香港 逼我 個人要這麼物質 你看我的男朋友 本來很隨便的 然後女朋友說 這麼大只有50碗 我心中自己吃了 立即分手 在香港你拍拖 立即分手 哎呀收拾 每次我們兩個拍拖 坐下叫一杯飲品 之後兩個一起 咀咀咀咀咀咀 那些以前說產品的橋段 但現在沒有了 因為有最低消費 真的逼死所有最女生的人 下一個我覺得是 Sweet的MVP 進階版的 有心思 我想做農夫 又想移民 但他是X 就在英國郊區 用我的名字 買了一塊農地的小部分位置 挖結了分一起去 但是變了X 喜計皮 你不要說X 我都說了喜計皮 就是因為他知道他想做一些東西 或者是他喜歡一些東西 然後默默地買給他 但是這個進階版 是直求買一塊地給他 因為他牽涉到改變你的人生 好Sweet 真的好Sweet 這個好厲害 你最Sweet是什麼 但為什麼變了X 有時候的東西很難說 Sweet都不一定要結婚 也是的 很信心 我不再相信愛情 神經病 總之這麼開心的東西 最後還是 真的很煩 你想想 如果他真的去到那邊 真的可以用那塊地的時候 好像是一種夢想成真的 當然不會有一定 我覺得 我看到那些Sweet的東西 他都未必做 我覺得大家女朋友 是覺得男朋友 為什麼不做Sweet的時候 想想自己做什麼Sweet的東西 有時候的東西 是不是 我不認識高達都買給你 還特地是朋友 我不認識你那些什麼 化妝品 袋 覺得我們全部認識 我們全部都不認識 我們給你很多提示 你們沒有提示 我們很幸福 不過我覺得所有男生的願望 都是第一個 很多玩具 不是 所有男生的願望 以後都不用送禮物給你 不是 你聽 是不是聽的 不是 所有男生的願望 就是女生不要那麼多願望 我覺得是 但我覺得送禮物 那個好玩之處 就是你那個過程 首先送禮物 要不斷猜對方喜歡什麼 又或者是你在這段期間 又要留意多些人喜歡什麼 而且我覺得你都不用想很多 你想多一點 譬如用暖水壺的來自 我覺得很好 暖水壺有個說法 就是他應該要喝多一點暖水 怕你沒得喝 買了暖水壺 然後買回來 為什麼他會閃轉 他就有想下去 再這樣好像普通那些 太現成 他有心機去令你開心 轉成他一個獨一無二的水準 對 其實他的好玩之處 除了送禮物的時候 要很有心機去想 即是很快的過程 第二個好玩之處 就是你怎樣收到 不好的禮物的時候 怎樣掩飾自己的心情 我也想說一句 如果真的收到禮物 你真的不算很喜歡 但你知道他不敢服你的話 可能有些人天生 又真的沒有那麼敏感 還有不太懂得選禮物 又或者像我這樣選禮物 對 所以不要怕脾氣 因為你會打擊他 祝大家好運 祝大家好運 即是看到那些甜甜的 又會說 你又不送這些給我 然後看到那個服 那些 沒有怪 每個人都不同 對 大家開心就好 大家可以看回我們的 29條禮物生日片 我會怕一有想說 還有還有我生日給他的驚喜片 我的影片沒有客人 還有大家如果聖誕想買禮物 給另一半的話 就可以參考我們剛才的禮物 沒錯 那個很甜甜 還有超划算 真的 我收到超開心 是嗎 真的 收到你 有了 多快 跟得我多 好 好